台北市阳明山仰德大道有一座加油站呢 前天下午不是一场大雷雨吗 吓完之后出现了一条大警蛇 就卷在天花板的监视器上面了 员工研判可能是雷声太大了 把警蛇给吓得跑出来到高处去躲雨 但是呢旁边加油站的员工跟加油的民众可真是吓坏了 午后一场大雷雨轰隆轰隆作响 一条大警蛇穿越马路一溜烟滑进加油站 顺着加油枪爬上天花板 整个身体盘踞监视器不肯离开 因为体型实在很醒目 加油站员工和民众纷纷跑出来看 却又担心蛇有毒不敢靠近 我是第一个看到啊 可是我看两眼以后 因为那时候突然打雷 他顺着我们这个岛的枪然后爬上去 消防队货报立刻赶到现场抓蛇 两个人一组手拿抓蛇夹 一个人登上铁梯控制头部 一个人站在下方用夹子控制尾部 不一会一条大蛇被抓进了麻袋 身长足足有两公尺 体重大约五公斤 虽然没有毒性 但还是把大伙吓了一跳 毕竟加油站的时候 它是人潮比较多一点 所以它会顾励 有时候民众会看 那只有一只蛇 那只会惊吓 我们刚去的时候 哇这么大我们也会怕 当时大警蛇盘踞在加油站 天花板监视器 不断向下方的民众吐信 面目猙獰 消防员拿捕蛇夹控制头部的时候 他还张大嘴巴露出尖牙 加油站员工研判 当时可能打雷又下雨 连蛇也受到惊吓 跑到高处躲雨 还好消防员经验老道 短短五分钟 就完成了抓蛇任务 中间新闻李明灯 许少平台北报道